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今天表示说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准备好了 在本月23号下午迎接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国防部 习近平将参观视频指挥中心 而身为现役军人的媳妇人彭丽媛 也将参观俄罗斯军方的红星歌舞团 此前根据中国前外长 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的上阙 俄方将在3月22号至24号 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 在访问期间 习近平将参观俄罗斯的国防部 并会见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 随同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常万全也将全程进行陪同和参观访问 据悉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著名歌唱家彭丽媛 也将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观俄军的红星歌舞团 这是彭丽媛继2005年6月20号访俄后的再次抵达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 在莫斯科采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连过道上都坐满了热情的俄罗斯的民众 彭丽媛表示 莫斯科采可夫斯基音乐厅是俄罗斯音乐的最高的殿堂 许多著名音乐家和团体能够到这里来参加演出 被视之为毕生的理想 当年彭丽媛的一曲《卡丘舍》将全场民众 对两国传统的友谊所留下来的历史的痕迹 和充满友好的今日的热情点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